我现在在杭州的胡雪岩故居 胡雪岩一带徽商晚清的第一首富 当时他的家产有四千万两白银 亲中复一年的财政收入两千万两 所以他是富可敌国 如果说他只经商只做自己的生意的话 或许会得一个善终 但是他选择了一官一商 也就是不断的结交权贵 在成功的帮助了走宗堂收复新疆之后 官制二品 可以头顶红顶帽 身穿黄马甲 可以在故宫里面骑马 风光无限 也就是在他最辉煌的时候 他花费了三百万两白银 打造了这个宅子 我刚才参观了一遍 确实非常的奢华 看到了很多的红木 紫檀木 金丝楠木 还有黄花梨 我觉得这里就是江南园林 和徽派建筑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确实非常的漂亮 胡雪岩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 到红顶商人 他走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而从红顶商人到一品如洗 他只用了一个晚上 我们常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他最后卷入到了 李鸿章和左宗堂之间的 政治斗争当中 沦为了牺牲品 虽然被风光地称作了一声红顶商人 但是在朝廷当中 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所以一夜之间 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 瞬间瓦解 不久之后就抑郁而终 年仅六十二岁 在他去世的时候 留下了三条遗嘱 第一子孙后代不得经商 第二不得沾染朝堂 第三不得和李氏家族通婚结亲 其实自古以来 从吕布韦之死 就已经开启了商人干政 没有善中的仙壳 两千多年以来 从吕布韦到后来的桑红阳 再到胡雪岩 只要是商人和政治掺和在一起 就没有一个好下场 其实这个教训放到桑下 也依然适用 我走在这个宅子里面 就不断地会想起 曹雪芹写的《红楼梦》 像《好了歌》 漏视空堂 曾是护满床 摔草枯扬 曾是歌舞场 好意思 拾进鸟头铃 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